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想說一下Pokemon劍盾裡面的一些筆的技巧 其實我也有想過這條影片拍不拍出來 拍筆出來好像不太好 不過看完官方的維護之後 發現這個筆還在的話 我相信官方都應該暫時不會修改 我也想分享給大家 見仁見智是否用這個筆 因為這個筆其實都會影響到這個遊戲的壽命 怎樣可以拆一條紫色柱 我們首先教這個速度慢 怎樣可以在洞裡拆一條紫色的巨柱出來 而又不會浪費到那個許願幣 就試一下 要不要把許願星快投進去 我們按屎 要儲存到目前為止 然後按 這裡慢慢來 你看到紅了之後 就馬上可以登出 立即關閉這個軟體 因為如果你按慢一點的話 就會清潔了 這裡要很小心 一定要把萬字速度調慢 才好去嘗試這個方法 否則有什麼問題就不負責 也有聽說是測試有問題 但是 其實只要你掌握到 不要在傳檔中間的時候就走 其實你看到 現在還在沒有這個線的狀態 可以一直這樣拆 要不要儲存按 試 當你看到紅色的時候 就可以立即走 好 OK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筆 就是可以不斷拆 紫色光柱出來 因為紫色光柱才有機會出現一些稀有的精靈 第二個就是剛才所說 拆W幣 怎樣去拆W幣 好 首先我先調整正常速度 不對不對 快速的速度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做第一個筆的話 最重要是調慢速 如果不調慢速 我怕你按不及 好 現在就來拆W了 首先我們投幣 這裡直接投幣 按試 然後再按冒險紀錄 對了 好 確實就記錄了 將許願星法放入這個巢穴 你會看到大幹蛇 不要緊 我們按進去大家一起挑戰 然後出來 然後進去設定 再去主機 按日期與時間 然後較後一天 較後一天 之後退出 退出 好 之後你就會看到有多2000W 不斷重複做 不斷重複做 如是者大約做一個小時左右 其實你已經有很多W 多到可以換錢 現在就要教大家如何換 好 試兩次給大家看 總共剛才的動作我已經賺了4000W OK 還有一個問題 如何可以將這個W換錢 如何可以賺錢 我們先帶大家去某個地方 好 好 去這邊 假設這個訓練家 不是這個商人 是賣這個豪華球 今天是黑暗球 假設他去賣豪華球 我就買999個 假設我身上有999個豪華球 然後就可以拿去賣 然後就可以到這個 隨便一個PC中心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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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就進去 這個方法可以說是 擁有大量的金錢 但是就 但是都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 如果你用正規的方法去刷錢去打這個淘汰賽 有機會出到那些原金球 那些貴的球種 好 你看到我身上有997個豪華球 這裡就不只賣 可能少少 已經有150萬 是150萬 非常多買一傳999個豪華球 如是者 你大概刷一個中的瓦特W幣 理論上已經有999萬 999萬 是讓你去升魯理值 或者是 或者是買一些招式機 不管大家可以用什麼 可以做什麼 我就不特別說了 最重要就是買豪華球 其他那些我就不清楚 可以買得貴 但是豪華球一定是最多 因為他可以買999個 我這些都可以買142個 順便測試替身 可以買多少錢 我這裡先測試 因為如果我買了替身 他買得便宜 那就不好 因為 因為這個 那個叫做豪華球 100W一個 沒有記錯 這裡有3000W一個 我們就把他賣光 然後再看替身 這個值多少錢 這裡 三千元一個 那就是說 剛才那一套 我只是買了42萬 那這裡就完全是虧虧了 完全是大虧 非常虧虧 所以 強烈建議都是買這個豪華球 也都再次重新 這個筆 很嚴重地影響了這個遊戲的壽命 但是 如果這個官方就不去修理的話 其實都叫做 官方應該都知道你有這個問題 不過他就 有機會是修理不到 或者是他不選擇修理 那 Anyway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先 那 用不用就見仁見智 你自己選擇 那 風險的話 就本人不負責 OK 那我們下次回來 再拍其他的Pokemon劍盾片 就這樣 拜拜